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最近天气开始慢慢的变冷了 也不知道是受天气的影响还是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工作压力也是太大了吧 今天早上我发现 我的头发一夜之间 突然长了很多白头发 今天回到老家呢 全村人一见到我啊 都说不认识我了 我感觉我非常的尴尬 我才28岁啊 正好今天就遇到我们村里 一位新一多年 80岁的奶奶 我就跟她说了一下这个情况 奶奶就告诉我说 她说一见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心方 在我们农村呢 就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植物 她说这种植物用途非常的厉害 且还有很多外地外申的人 活了一辈子都不认识 甚至不了解 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俗称为黑发草 也是白头发的克星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呢 就带王爷们去户外寻找 并且认识下 说不定这种植物对你们乐后有所帮助 看看你们的家乡有没有 走了 喂 哎 奶奶 怎么了 哦 在你家菜地里就生长了有是吧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那我先尬了啊 拜拜 哇塞 没想到奶奶打电话跟我说啊 在她家菜地里就生长了有一批 而且奶奶现在年纪也大了 行走也不方便 本来她是带我一起去认识的 现在我们赶紧去她家菜地里看一下 走了 现在我已经到了奶奶她家种菜这个位置 听奶奶说 这种植物说来还是挺奇怪的 以前可以算是特别常见 但是随着农民伯伯对我们今天要寻找的这种植物 慢慢的了解 出门在外呢 有幸一见到都会采摘 带回去晒干进行备用 看来奶奶果然没有骗我们啊 真的可以算是功夫不负有幸能 来到这个位置 我一眼就能认识到了 我们今天要寻找的这种植物 我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也有印象 而且也有了解过哈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妙幼 在我国分布地区 可以算是比较广泛的一种植物 比如说在我们港西 湖南 贵州 云南 浙江 包括上海一带啊 都有这种植物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有没有 现在呢 我就拍个镜景 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植物生长的特性吧 大家看 就是眼前你们镜头里面所看到的 这种我们今天要寻找并且认识的这种植物了 我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了解它的人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草药 浑身上下都是吧 但是却还有很多外地外省的人 不了解它的人呢 就会把它当成杂草处理掉 首先我们从外干形状看起来 这种植物属于一种铺地而生的植物 也是比较耐寒的一种植物哈 现在都开到冬天了 目前它的叶片呢 还是绿幽幽的 我们从它的叶片上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清醒 估计你们镜头里面也看得很漂亮哈 它的叶片是三角形的 纹路线条特别的明显 而且它的叶片特别的薄 摸起来呢 很光滑 有光滑亮 很有光泽感 整片看起来呢 是不是特别的茂盛啊 听我们村里的奶奶说 主要的用途呢 还是取决于它的头部晒干进行备用 大家在指使细细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要寻找并且了解的这种植物 在士兵前开头一开始也跟网云说过 这种植物用途却相当的厉害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草药 其实在植物白草当中可不容小惜 在唐本草本草纲目里面 李时珍的书记里面都有记载过这种植物 那它到底有什么用途呢 因为小成不才也没有资质 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详细说了 还请网云见谅 如果网云对这种植物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某网上自行科普一下 除了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俗称为黑发草之外 也叫白发的克星 他的邪名叫何守吾 你们的家乡又叫他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 头发都白了 经常会去理发店揽头发 但是揽多了头发对我们的头发也有损害 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们也认识到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种植物 也不知道广大的网友们你们也没看清楚 虽然他不起眼 但是也是浑身上下都是吧 一种非常好的中草药 我在这里提醒一下网友们杀到我的视频 毕竟万物它都有副作用 我们对这种植物不懂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更不要去使用 一定要进行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或者是你们对这种植物有没有更好的知识了解 也可以把你们宝贵的知识分享到我评论区 让广大的网友们都能认识到这种植物 好了这期视频呢就先分享到这里 待会呢我把这些植物带回去 让奶奶确认一下 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妙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